婆婆坐我电动车,遇见车祸身亡了 大姑子却说我是故意的,就要和老公和我离婚 因为我骑着电动车送了一次婆婆 导致路上不小心发生了意外 我婆婆她就去世了,都对此是十分的伤心 但是我大姑子,她却一口咬定,说我是故意的 现在非要吵闹着让我和老公和我离婚 我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委屈 虽然说我和婆婆的关系一直以来都不怎么好 但是我怎么可能去呼吁伤害她 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家里面现在已经闹得鸡犬不宁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粉丝朋友给我发过来的投稿 接下来,我将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希望大家听完以后都能来评评理 看看这到底是谁的处理 我叫陈英,今年40岁了 我是一个农村妇女 我老公在外地工作,每个月只回家一次 女儿她也是在学校里面住校 所以家里面就剩下我和婆婆两个人了 我婆婆她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就熟了寡 一个人养大了老公和两个姐姐 自从结婚之后,我就和婆婆住在一起 婆婆性格是非常的泼辣,也非常的能干 她就属于是刀子嘴的那种人 说话非常的难听 我从小吧,身体就不怎么好 所以体力活一般都干不了 所以我婆婆一直都是看不上我 就说我百无一用 她也不喜欢我,从来就没有给过我好脸色看 她总是把我和她的两个女儿做对比 不过这么多年,我也已经习惯了 我和婆婆之间虽然说也是有点矛盾的 但是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真正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也没有真正的争吵过 我女儿小的时候,婆婆就说了自己的孩子自己养 婆婆从来都没有帮她过 虽然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委屈 但是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我的同龄人,她们都有婆婆帮忙照顾孩子 我觉得当婆婆的照顾一下自己的孙子孙女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但是既然我婆婆不愿意 我也不能说为难人家 后来知道孩子上了小学之后 我就找了一个工作,出去上班了 其实我和老公,我们两个都明白 我婆婆之所以不给我带孩子 是因为嫌弃我生了一个女孩 如果要生个男孩的话 我想她肯定会帮我带的 后来婆婆她就着急的催促我们要二胎 由于我们经济情况不好 所以说实话,我也就没打算要二胎 因为这件事,我和老公也没少被我婆婆骂 和婆婆生活这么多年,我也学会了很多 学会了闭嘴,学会了装傻 因为只有装傻冲笼,日子才能过得安慰 我婆婆她有一点迷信 我婆婆她有一点迷信 喜欢潮山拜佛,念经,烧香 不过婆婆只要在家,我每天下班都有现成的饭吃 而且家务活也不让我操心 所以日子也算是过得去 我老公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凡事都依着我婆婆 而且她对我女孩也是非常的好 有后她永远也为虚压自己 也不愿让我们三个人受委屈 我们一家人,那个日子过得也算还算是安慰 前几天,我刚好没上班,在家里休息 当晚,当时晚上六点多了 我正在房间里看电视 这个时候,婆婆就进来了 她跟我说,她接到了同伴的电话 要去邻村一户人家里面念经 当时天色一晚,坐车也不方便 所以就想让我骑着电动车去送她一下 但是我当时有点拒绝的意思 因为现在已经快冬天了 天色晚得比较早 六点多的这个时候,天差不多已经黑了 我的眼睛有一点近似 所以我就觉得晚上骑电车有点不安全 我就不想送她去 婆婆见我当时犹犹豫豫的 她就生气了 她说,哎,算了 媳妇永远比不上女儿 要是我有车,我才不会让你帮我 看来我是真的沉默都指望不上你 那我现在就不麻烦你了 我自己走着去 当时我一看,婆婆有点生气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只有穿上衣服去送她 当时婆婆穿着厚重的羽绒服 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长长的围巾 我就和婆婆说了 我说你把围巾缠在脖子上绑起来 要不然围巾在下面搭了着 有点危险 很容易被其他车给挂上 包括婆婆当时瞪了我一眼就说 不想去送,还说这么多的话 我知道婆婆她穿衣服 一直都是比较讲究的 比我都时尚 所以她既然不愿意 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记得送她的那个时候 天色已经黑了 外面还灵性的下起了小雨 路是又黑又冷的 当时还有点滑 我就小心翼翼的骑着电动车 坐在后面的婆婆 她抓紧我 但是这个时候 没有想到对面来了一个拉着货的大汽车 当时我戴着眼镜被灯光一次 那一瞬间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刚过去后面就来了一辆大车 要超车 突然我又听见婆婆 哀一声从电动车上面掉下去了 我的电动车也是晃了几晃 就倒在了路边 同时我还听见后面的汽车急刹车的声音 我就赶紧从地上爬起来去吵婆婆 这个时候我才看清原来是一辆商务车 商务车当时也停下了 司机晃晃晃晃的就下来了 借着汽车的灯光 我就看见婆婆 当时已经被商务车给撵到了轮子底下 我当时非常害怕 赶紧喊救人 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婆婆送到了医院 但是最终还是由于抢救无效 婆婆去世了 交警调查后得出了结论说 商务车超车的时候挂上了我婆婆的围巾 把婆婆从电动车上拉了下来 卷入了车轮底下 不管交警部门怎样认定责任事故 而我在家里人现在的人眼里 是杀死婆婆的罪魁祸首 我两个大姑子知道事情以后 立马赶了回来 冲到家里面就要打我 又是哭又是闹的 寻死觅活的 说我是故意害死婆婆的 问我当时和婆婆坐在同一个电动车上面 为什么我婆婆死了 我却没事 所以他们就咬定 我肯定是故意的 这个时候老公也非常生气的骂我说 咱妈已经那么大年纪了 你怎么让她坐电动车 天已经那么晚了 你就不会找一个出租车去送她一下 婆婆当时已经死了 所以我真的是百口莫辩 再说他们说的也确实对 同在一辆电动车上面 为什么我婆婆死了 而我却活着 我说我婆婆也是非让我骑电动车去送她 可是他们都不相信 还说我把责任往死人的身上推 亲亲们也是听了两个大姑子的话 纷纷的都是指责我 老公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大舅 居然当着动容的面就对我说 说你平时看起来通向达理的 老实本分的 怎么就做出这么狠性的事来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婆婆是被我姑子也害死的 我当心里面当时既内疚又伤心 简直比斗鹅还要冤 如果死的是我的话 今天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场面了 也不会这么群情激愤了 交警也是当面给我老公做出了解释 而且也严厉的批评了我 可是两个大姑子 不急不扰的非要老公和我离婚不行 说家里面容不下害死母亲的仇人 后来老公在南京的三舅也回来了 他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 就阻止了两个大姑子的哭闹 他就说 这是个意外 怪就只能怪我们 暗原心意识不强 他就说不怪我 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多天了 我终于听到一句公平话了 然而这又有什么用 从那件事之后 我老公每天黑这个脸 不跟我说话 好像我真的是害死他母亲的仇人 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受 我也很后悔那天去送他 要不是我去送他 肯定也不会去发生这种事了 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我也甩不着着任了 并且因为这件事 我和老公也是生气了 老公觉得都是我的错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体谅我 我一肚子的委屈 无事发泄 所以现在我就非常的苦恼 我不知道以后日子该怎么过 老公会原谅我吗 甚至父母知道之后 也责怪我说 我不该用电动车带婆婆 难道现在真的要把害死婆婆的罪名 背负一辈子吗 那么你们觉得婆婆去世和我有关系吗 要是你们的话 你们也会怎么做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